猴子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沈西双手相握 他真是想不到 林玉堂还藏着自己不知道的秘密 但又怎么会没有呢 只是他一直不知道罢了 说起来 他还不算是他正式承认的女朋友呢 猴子还没有说出什么事 沈西发现自己手心已经冒汗了 他站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另一边猴子还有些顾忌 生怕有人听了 会立马去挖墙角 沈西重新坐在猴子面前 拿着水杯小口小口地喝着水 神情淡定的 好像只是听了一个八卦 猴子掉足了胃口 按不住壮汉不停地催促 把他知道的那件事说了出来 那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 他跟林玉堂一块到银行办理业务 他看到林玉堂在转账 转账数额对一个大学生来说 绝对是巨款 加上他不小心看到了汇款人的名字 是一个特别女性的名字 便笑着问林玉堂 嘿 老三 你不会在外面养那个吧 老三怎么说 壮汉眼睛瞪得圆溜溜的 下巴都要光当一声砸到地上了 猴子回忆了当时的场景 摊摊手说 没什么 什么没什么呀 壮汉不明白 就是没什么呀 猴子又说了一遍 老三就是这样回应我的 多少钱啊 壮汉继续问 又把重点拨了过来 猴子伸出手指 笔画了一下 有这个数 不可能 老三哪来那么多钱 壮汉不相信 从小到大存的吧 沈溜平静地开口 回答壮汉的疑惑 他是知道林玉堂有从小存钱的习惯 零花钱 压岁钱 和各类奖学金 大大小小加起来的数目 是高于猴子刚刚笔画的数额 有一次 他和林玉堂给一位朋友庆生 当时聊到 S是房价高 年轻人 是否靠自己买婚房这个问题时 林玉堂的意见是 婚房 肯定是自己奋斗出来的意义更大 那天的生日会 林玉堂喝了不少 回来的时候 都有点醉了 他在寂静的公车终点告诉他 希希 我现在 就存好了 买房的首付 毕业后 签了好公司 还贷 没问题 对比林玉堂 他从小到大都没有规划 所有的一切 都是爸爸妈妈规划好的 而他和林玉堂的家境 也不用担心婚房这个问题 只是那天听林玉堂 说已经存好了首付的钱 整个人 都被一种幸福的东西充实着 他在规划 一个有他的未来 他又怎会不欢喜 只是现在 沈西真的很想哭 即使林玉堂从来没有说过要跟他结婚 但他就是觉得林玉堂为了另一个女人 用了他买婚房的钱 那女的叫什么名字呢 壮汉有点不相信 那么多钱 不愧是给亲人什么的吧 都说了是朋友了 猴子抓抓头 真有点记不得名字了 他又想了想 我就记得是灵什么来着 灵灵 壮汉胡乱猜到 猴子继续想着 灵啥来着 从头到尾 沈西都低着头 沉默不语 唯有秀气的长睫毛轻轻颤动 遮掩住了泛红的眼眶 过了一会儿 他将那个女孩的名字念了出来 林朝夕 对不对 猴子手里转着笔 巴搭一声 笔直接掉了下来 他惊讶地差点站起来 对对对对 就是林朝夕 但是老大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 我在朋友网看到过他 沈西随便扯了一个理由 然后站起来走出了宿舍 沈西通红着眼眶 离开南宿舍 在宿舍的时候 他还有所顾忌 直至来到宿舍楼下的一个小树林 眼泪就噼里啪啦地掉个不停 他呜呜地哭了起来 小树林里 是不是有人走过 沈西左顾右盼 见有人路过 立马用手捂着嘴 停了一会儿 等走了 又放开手继续哭 释放着糟糕情绪 直至他接到了 何之洲的电话 他声音哽咽 一下子 让何之洲听出了问题 他紧张发问 你在哪里哭 小树林 你放心 没有人看到的 沈西拿着手机对何之洲说 只是他刚说完 不远处就走过一对男女 声音大地传进了何之洲的耳朵里 沈西连忙忍住 倒抽了两口冷气 何之洲抱了一句粗口 沈西眼泪又下来了 破罐子破摔 打算哭个彻底 何之洲只能示软 沈西 我不是在骂你 沈西这才停下来 想到自己也蛮小心眼的 拿出纸巾 擦了擦了擦 擦了擦眼泪和鼻涕 断断续续地问何之洲 你打电话来 什么事啊 两人隔着细微的电波 何之洲严肃低沉的声音 从手机听筒里传来 刚刚你爸爸打电话来 我挂断了 需要回个短信过去吗 沈西还在倒抽冷气 他对何之洲说 你直接跟他说 我 我正在学习 何之洲答应下来 然后就挂了电话 其实他本想问问 沈西因为什么而哭 不过稍稍想想 也能整理出个头绪 他会有什么烦恼 唯一的烦恼 大概就是 堂堂不爱自己呀 堂堂为什么不爱自己呀 之类的 何之洲按照沈西说的 给沈父回了一个 正在学习中的短信 很快 沈父回复了短信 吸吸嘴巴 吸吸加油 何之洲对着短信 嘴角轻轻扯了下 沈西在S大校园 晃荡了一圈 才回到921宿舍 他凭着何之洲的高人气 一路过去 都有人与他打招呼 其中有俩女生 提着水果与他路过 还停下来 问他要不要吃一个 俩女孩似乎鼓足了勇气 才敢过来搭讪 沈西不忍心拒绝 伸手从水果袋里 挑了一个最大的 然后甜甜地 对他们说了一句 谢谢 俩女孩兴奋地跑了 沈西感觉 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心情有点回温了 碰着梨 慢悠悠地回到了南宿舍 林玉堂已经回来 正喜好早走出来 双手拿着毛巾擦拭头发 沈西心中有气 看准林玉堂的后背 一拳如来神掌 就打了过去 林玉堂没有防备 整个人往前亮枪了好几步 然后愤怒地转过头 何知诏 你有病啊 沈西斜看着林玉堂 咬了一口黎说 对啊 黄远病 你过来咬我 宿舍突如其来的战火 让正愉悦看片的壮汉和猴子 连忙飞奔过来了 一人拦住一个 猴子抱着林玉堂 老三 动什么怒呢 壮汉抱着沈西的腰 语中心肠道 老道 有话好好说呀 你有什么不痛快 冲着我来 沈西撇了下嘴巴 相当无辜道 我跟老三打招呼呢 不小心用力过猛 他以为我打他 猴子 壮汉 林玉堂 三人说不出话来 有人就是得了便宜 还卖乖 沈西把咬了几口的梨 递给林玉堂 主动下台阶 要吃梨吗 林玉堂转过头 原来是误会呀 猴子连忙拍拍林玉堂的肩膀 天干雾燥的 我们吃西瓜 老大帮我刚买回来的 林玉堂没有吃西瓜 不过也不再说什么 甩开猴子的手 自己去洗衣房洗衣服了 一场寝室风波 就这样平息了 猴子和壮汉 继续兴致勃勃地观看 爱情动作片 沈西走过去 瞅了几眼 然后再也没有离开 一边看 还一边发出 哎呀 哇塞 哇靠 等声音 严重影响猴子和壮汉的观看质量 壮汉转过头 老大 你是故意的吗 沈西道歉 对不起啊 我不常看 所以 有点打经小怪了 壮汉理解性地点点头 的确 和老大不常看这些片子 林玉堂洗衣服回来 猴子邀请林玉堂也一块来看 林玉堂礼貌性地走过去看了几眼 然后折了回来 距离睡觉还有一段时间 沈西拿着手机玩游戏 猴子奔着求教的心态看老大玩游戏 结果看到的是俄罗斯方块石 不由有点奇怪 老大 你怎么玩这个呀 沈西威堂跌着长腿放在椅子上 回答猴子的疑问 凡普归真 追求简单 猴子想了想 最近老大整个人也有点凡普归真了 前几天 九二一宿舍里的人对何之洲都有点意见了 第二天中午下课结束 壮汉对猴子说 我想孤立何老大 最近他太过分了 猴子同意地点点头 要不你先孤立 壮汉摇摇头 我一介草民 哪敢呢 猴子叹叹气 唉 那我就敢啊 我们家做生意的 做事都讲关系的 两人长探短虚地从食堂往宿舍走 走到一半 壮汉想到今天快递到了 便要猴子陪他一块儿去 壮汉买的是一件好东西 他只偷偷告诉猴子 结果来到收发室 发现快递已经被人签收 快递是沈希帮忙签收的 他在淘宝买来的南庄到了 签收快递的时候 看到有壮汉的东西 就帮忙一块儿拿过来了 壮汉的东西特别大 沈希花了功夫才搬回宿舍 因为手痒了一下 把箱子也拆了 十几分钟之后 壮汉和猴子回来了 沈希正坐在地上吹气 娃娃有点大 一张清俊的脸颊 吹得红彤彤的 画面太有刺激性 壮汉的心头血都差点吐出来 他支支咕咕开口 这谁的东西啊 沈希抬起头 难道不是你女朋友吗 壮汉疯了 第二天晚上 壮汉把沈希好不容易吹好的娃娃给放弃了 一边折回去一边说 其实我就是买来看看 男人嘛 都有点好奇心 沈希蹲在地上看壮汉 你为什么要退货呀 我买东西从来不退货的 除非店家给我挤一块砖头过来 人家做点生意多不容易啊 壮汉悲愤地将娃娃塞回箱子里 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治疗不好 沈希更不支持壮汉退货了 你都没用过 怎么知道质量不好 壮汉又疯了 沈希笑得合不拢嘴 突然他收到了和之洲发来的短信 只有一句话 我来了 何之洲来了 沈希立马飞奔出宿舍楼 但是他左看右望 找不到何之洲 他给何之洲打电话 你来了 你到底在哪儿呢 何之洲接通电话 不说话 过了很一会儿 才说 是我 你立架来了 尼大 尼大 感谢观看